我们继续讲这个历史课 我发现这个屏幕录制装夹 一暂停的话 然后就这个声音都对不上了 有时候没有声音是不是很纠结啊 我在教程中讲了好多的姿势 但是大家有很多都听不到 这有点可惜了 这个大家去看这些姿势 然后好好的把那个没有声音的 那个刻 那种刻你认真看一下还是能看懂的 我都是用那些代码你应该都能看懂 只不过这 我讲了那么多居然没有被入进去 那这个有点可惜 好上次讲到这个当堂这个物理内存还有这个CPU 好像这个物理内存有CPU 那个没有声音是不是 那现在就来大家讲一次吧 然后什么是物理内存呢 上次那个图好像是这样说的 这里是CPU CPU 然后这里是我随便换个吧 现在这个图升级了 这是内存条 内存条 内存条就是RM 随即存储器 随即存储器 好 最后一个是硬帮 这硬帮 这硬帮 那这个CPU是来处理电脑的程序的 在哪里 在哪里 这CPU是来处理电脑数据的 好这个是 这个 装盘提供数据给CPU 直接处理的 这个硬帮呢 是用来存储数据的 好 好 这上次又有什么特点呢 CPU是 处理电脑 这个是处理电脑 的数据块 然后这里 提供 给 CPU 处理 的数据块 然后这个呢 这个是 这个是 容量大 数据传输 数 输 输 好 然后这个又是什么呢 所以由于这个硬帮存储输输 所以他就要与这个内存条 连接在一起 然后再由内存条 然后把数据团给CPU处理 就是 这中间还有一个 缓存 缓存就是 直接弄好的 然后直接处理 这应该也有缓存吧 好 然后他就是这样来的 然后这又有什么特点 这个 放电后 数据62 就是 就你把电脑重启之后 这个内存 这个内存条 就是被清空了 然后这个 放电后 数据依然能保存 好 然后这个只是在处理数据的 然后这个内存条 可以什么呢 可写可读 但是这个容量小 一般只有几个句 这个是 可写可读 容量大 那他就是团出速度吧 好 所以他就没法 跟CPU直接处理 这CPU啊 没法这样 这CPU就是 不能这样直接 跟他打个交道 就 这个是不能了 就不能直接就打交道 所以他应该把这个数据 团给这个 内存条 然后内存条 再团给他 那说到底 大家说 这桑子哪个重要啊 这其实桑子都很重要 你这令脑的性能嘛 这个CPU 这CPU 性能比较重要 然后再这个内存条 这个内存条 这个内存条的 有没有这个 有没有一个 勾啊 还有什么的 然后这个CPU啊 这个处理速度 就关系到自己 这在计算机的总体性能了 你如果这在计算机的CPU 很差 那么这个内存条 就算是 去给你什么8G 还有16G 他也是很慢的 那你硬盘就不用讲了 这硬盘跟那个速度 是足强速度有一点关系 那的关系不大 好 主要是这个内存条 与这个CPU 硬盘的大小 与这个电脑性能没有关系 好 这个图 大家保存一下吧 给我一个提示框好快 啊 来了 那这个就是 CPU RAM 加上这个吧 好 保存 好 前刚这个CPU 这个CPU啊 就相当于人的大脑 好 再计算 这个CPU不能相当于大脑 就是 计算机在这个电脑中啊 相当 计算机的大脑就是了 如果这个CPU坏了 CPU坏了 那 电脑就完了 好 就是这个 它就没法计算了 好 这就相当于大脑 这个脑 这个不能没有 好 那 这个 讲好之后 我们就要运 运程获取这个系统的信息了 我刚才说的要运程 就在 去你自己的信息 运程的信息 那 这个物理总内存怎么获取啊 好 来一下 在这个 这里 加上一个 等一下 我 在这里吧 在这里 聊钱 CPU帐用力 CPU的帐用力 把它 对710吧 Ctrl加C Ctrl加C Ctrl加B CPU帐用力 好 这里应该是 获取 写充系统信息 获取 写充系统信息 所以说 写充 获取 系统信息 把这个弄长一点 好 然后 还要杠什么呢 这又 又来了 一走吧 大家知道 这里有个这个就好 那 物理总内存 我在Ctrl加C Ctrl加B 我复制做 我杠什么呢 我既然知道 它有多少内存 那 我还想知道 它 它仗用的多少 它还有多少内存 就我可以看到 它的计算机 还大的性能如何 好 现在 然后 剩下内存 可用内存 好 通过这三个应该就能知道 瑞芳有 就能干什么呢 就能知道 那 台元从控的机器 它的性能如何 然后 它如果很卡的话 你最好就不要去弄它了 好 这 这个 获取 隐藏行星 好 就是要 服务器 放这档 发送一个数据给客户 我接收的客户 是不是就是这个 标签 标签是 爱口的 标题 预发送的数据 上下课 应该这个大家都会的 这就是 这就是 这 我 获取 我 轴心要获取这个 物理种内存 获取物理种内存 好 发送这句话给它 然后 这个 什么呢 这 有没有送出信息 这个 不知道要不要摆 好 这个 标签 如果 它是一个 逻辑者 在这里 如果成功 防徽增 失败防徽甲 所以 它成功的 就会 执行这个 我就了解 状态的 标题 等于 等于 或 去 发送 总 内存 发送 总内存 发送 成功 取 总内存 命令 已发送 好 那就 这个 就是 失败了 未发送 好 那 客户团收到我这条命令 那就要执行 垃圾 是不是 那 这个 是 服务器 它 没有什么特殊的 所以就 如果 证吧 如果证 乱发过来的 命令 等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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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就是 等于 这个 获取 物理 种 内存 获取 物理 种 内存 好 我叫它 获取 物理 种 内存 就要把 物理 种 内存 文 文 本 物理 种 内存 文 本 基 物理 种 内存 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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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零囉 給他一個零 然後取到這個內存了 然後發給那時候夫妻 那客戶 被操控网發送數據 發送什麼數據呢 就是 內存給你 內存 中內存發送 應該是這樣 好那就是本機物理內存 好我直接就把這個物理內存發給他了 然後這個服務器收到我這條命令之後他就 把這個服務器給弄出來 那在服務器就 在這個 那個組件在哪裡 服務器被操控网 那我發送這條命令給數據那 就數據到達是不是 然後就要盼盼一下 這個 操控网 發來的數據 這個文本型數據 操控网發來的數據 等於什麼呢 等於這個 服務器 希望取回數據 我又取回 它是一個 我不知道 好 再看一下它是自家級 證明是文本型 那你還要一個 倒文本 是不是 好 我這樣就取到它的發來數據 我判斷一下 等下它這個 是很有類化的意義的是不是 這是兩句話不能讓一句話使用 那你還要一句 操控网發來的特殊 特殊命令 文本型 那這個是什麼 操控网發來的特殊 發來的特殊命令 那就要等於這個取文本左邊 取哪個左邊啊 就是取這個 總 取這個 取哪個左邊 取操控网發來的數據 取多少個呢 我這裡可以算一下 246814個 就是它占用了10個字節是不是 我就把10個字節取出來 如果真 如果真 操控网發來的特殊命令 等於這個 這個 等於這個什麼呢 總內存發送 如果等於這個總內存發送呢 那我就要幹什麼呢 我就要獲取它的總內存是不是 那怎麼 好 操控网 發來的總內存 文本性 操控网發來的總內存 喔 這是一個命令 我弄得有點浮屠了 等於什麼呢 等於這個 取文本 右邊 取誰的右邊啊 取這個操控网發來的命令 發來的數據 然後取多少個呢 取這個文本長度 取它所有長度 然後剪掉這個 那個揮畫 然後就射了 那取文本長度 取操控网發來的數據 再剪掉 取文本長度 操控网 發來的特殊命令 好最終我們就讓這個 標籤 總內存 這標題等於這個 操控网發來的 總內存 好像命令有點錯 剩餘內存 我試一下 運行 我這邊出錯了 不能將整數先轉化到文本 那在哪裡是 出錯 在這裡 這文本 這裡是整數 要到文本 好 那我這個連結先 這個 他還沒有 一個勾到 就是沒有一個說要給我取內存 還是不是 他默證就是可以的 我獲取一下 好是239MB好 取成功了 這個就取好了 在這裡還要加上一個 MB 在哪裏 在哪裏呢 好 連結 或許 239MB OK了 然後在什麼呢 再發送幾個過去 但是大家要注意一點 如果你這樣繁慢的發送數據的話 大家再看一看 這裡有個要注意的問題 你如果是付短 發送數據 接收的客戶的邀請 有提收的 預發送數據 我只是隨便打過去一點 但是大家再看一看 你等一下就知道這個 它會發生什麼了 我調適輸出 付短發來的命令 我連結 那我怎麼說呢 我獲取性 你再看一看 你知道它發的是什麼嗎 它發的是 獲取中 把這個給加上去了 這明顯不行 你如果這樣發的話 那相當這個 這句話 相當這句話 與這句話連在一起 那明顯不行 你看 我明明是發送兩次 那為什麼 變成一次了呢 那是因為這個問題 那這個問題要怎麼解釋 那在這裡加個銀池 好這次來看一看 銀池10吧 這銀池的命令就是銀池時間 10毫秒 1毫秒能1毫秒 我銀池10毫秒再發送過去 它就沒有出現這個問題了 好現在我 我亂開再連結 我獲取性能力 大家看這就是兩句話了 剛才是一句話 這就是兩句話了 好這要注意一下 要加銀池啊 不然的話 你 你可能會 行到很麻煩 好 這是 獲取 剩餘 內增 那 再看一看吧 這個 怎麼說呢 很好做是不是 那我把全部先弄起來吧 本機剩餘 物理內存 本機 CPU的 帳用 綠 文本性文本性 那我把全部先弄好 本機剩餘的IP 遺憶 取 物理內存 容量信息 內存的內型就是這個 可用物理內存 內存內存就是這個可用物理內存 是不是 但是還是這個可用物理內存是包括這個虛擬的 我這台機器虛擬了一局內存 那這不行 我們取出來的是這個虛擬內存 我還要取它幹什麼 那這還要剪一下 取內存 容量信息 還要取 我再剪掉這個就ok了 首先我們必須把所有的內存給取出來 是不是 然後 再幹什麼 那我們這樣吧 我們把所有的內存加起來 這是 總體的內存 這是 虛擬內存加上這個 這是虛擬內存啊 總的虛擬內存 減掉這個 加上這個總的物理內存就是得到這個 1248 1248再減掉一個 取內存 跟總兩種信息 再減掉一個 再減掉一個 我靠 這個 好好到啊 要獲取這個勝率的問題內存還是不容易啊 可能有些人已經看出來了但是我還沒有想到失落 我把它加起來之後我再 減掉這個 虛擬內存 讓我 起步的物價 還算了 大家去做磨做磨 我就是取這個可用的虛擬內存就可以了 取這個可用的虛擬內存 這個是可用物理內存 關探了 好這個 本機 CPU上用力 等於這個 取 CPU上用力 這個 我看一下 他在這個 他是一個總數性 這個是一個文本性 要倒文本一下 好我現在把這個都破取到了 那我就來 首先在哪裏 在這裏 這個如果真 如果真這個 霧氣發過來的 霧端發過來的 命令等於這個 他要什麼 獲取勝於內存 獲取勝於內存 那是不是就要把勝於內存發給他 客戶 被嘲諷 發送數據 發送什麼數據呢 發送這個 剩餘種內存 打不進去 好快呀 剩 坑跟 剩餘種內存 剩餘種 剩餘物 剩餘物理內存 然後再加上一個 人機剩餘物理內存 好這就發過去了 那我在這邊再接收一下 來 把這個胖胖語氣給弄過來吧 先把這個 剩餘 提防料 然後就是 取 剩餘 剩餘 內存 好 然後 數據到達的時候 等一下再把CPU給 換過去吧 你再等一下又要來了 又要來弄一次 握取 CPU 獲取 CPU 帳用力 CPU 帳用力 好在這個 發送了之後 再把這個發給他 去吧 如果 服務 轉發過來的命令 讓你這個 沒什麼呢 去 獲取CPU 獲取CPU什麼呢 在這裡 客戶 被操控網 發送數據 發送什麼數據呢 發送 發送什麼數據 這個 CPU 帳用力 加上一個 本機 CPU 帳用力 發送給他 這個我就發送給他 這就在這裡判斷了 好 這個 操控 特殊命令 特殊命令 跟曲文本左邊 曲文本左邊什麼呢 預取出曲文的操控軟化來的數據 對 預取出了 這個就一切就是這個 都是一樣的 喔不對不對不對 這個 不能相提命令 好像是 要數這個數是不是 那 2 4 6 8 10 6個字 就是12個字 幅 準備 好 再判斷一下 如果這 操控軟化來的特殊命令 如果等於這個 獲取剩餘內存 獲取剩餘內存 好這個再來一個這個 我 操控軟化來的 剩餘內存 文本先 操控軟化來的 剩餘內存 等於這個 應該還是這個 這是固定的 好 然後在操控軟 特殊命令 取文本左邊 還是取這個操控軟化來的數據 這次再看一看 CPU上用力是不是 24 這個是7 操控軟化來的 操控軟化來的 特殊命令 如果等於這個 等於這個什麼呢 等於這個 CPU CPU上用力 好這個 操控軟化來的 操控軟化來的 CPU 張軟化來的 分本先 等於這個 等於這個什麼呢 還是這個 這條命令是 始動不變的 就它有規矩 好 然後 難道這樣就好了 看一看 出錯了 出錯了 應該是 繞文本 零錢 這裡是獲取 只是獲取到內存 喔 所以沒有把它寫上去是不是 我只是獲取它 賣 標籤 省油內存 標題等於這個 操控軟化來的 省油內存 這是 標籤 CPU上用力 標題等於這個 操控軟化來的 CPU上用力 應該可以了吧 還是獲取不到 還是獲取不到 那這是為什麼呢 那就要看代碼囉 在這裡 大家看沒有原則 它變成一句話了 可能還有漏洞 可能還有漏洞 一個一個來 大家遇到這種錯誤的時候 一定要冷靜一下 不要不要慌亂 你不要慌亂 你知道 我知道還有錯誤 你看這個 還沒有 是不是 這有問題 問題在哪裡 到底是在客戶轉 還是在副轉 那就要 看一看 就先這個 首先它花給我一句 總內存發送 然後剩餘物理內存 然後我接收的是這個 剩餘物理內存 它應該花給我40句 這個不能麻糊啊 我以前就是要不著是麻糊 然後吃了不少 糟糕 還是取不到是不是 來 浪靈浪靈 這個 浪靈一點 剩餘物理內存 我發送一個 獲取剩餘內存過去 獲取剩餘內存 然後它花一個 剩餘物理內存 它花給我一個 剩餘物理內存 應該是正確的 喔我明白了 24681012 所以我也是12啊 那為什麼不行 那再看待嗎 剩餘物理內存 剩餘物理內存 也花給我一個 剩餘內存 等一下 我去 敲速速度一下 有木有執行啊 聽見 有木有執行啊 我再看一看 根本就沒有執行是不是 我用木有執行 它執行了 獲取到了 那為什麼這樣才會獲取到呢 是不是 為什麼要點一下 它才會獲取到啊 應該要再加上 MB吧 好怪啊 是不是 我剛才 剛才點了兩下就可以 那點一下為什麼不可以呢 繼續繼續來看 好 我點一下 沒懷疑 為什麼要點兩下 它才有效呢 是不是 這 難道是在這個 出問題 為什麼要點兩下 它才有效呢 沒想要把本機 CPU上用於我把它放到這裡來 我 可能這個影響到它吧 大家看這代碼一樣弱了的話 你看多麼糾結 要改一點 所以這個名稱我就勸大家一定要弄進去 連結 這一下子就能獲取到那這個為什麼要點兩下呢 為何為何 這應該是可用內存 雲扯 真的好怪啊 為什麼要點兩下呢 我先把這個CPU的藏用於給解決掉 它花來的是CPU的藏用於 7 它花上9個車幅過來 要點三下 它才有效 是不是 真的是 喔 可能跟那個銀池有關係了 這個 這個 如果真如果真 它應該碰到上次才對啦 有點坑了 為什麼為什麼 這個銀池碰到上次 就碰到一個 銀池吧 那這個 難道你點一下 然後要領上下嗎 那這個 BOSS 不知道怎麼解決 大家看 我要把這個 恍惚的臉 恍惚的臉 那就這個 比較肯爭啦 是不是 那這個 我零事業沒有什麼解決的方法 我要 我要研究一段 日子 我要研究一下我才能告訴大家 因為長處之間要我解決這個問題 我 當時沒有失誤 這個 好 這個大家 大家幫我解決一下 我 現在 錯手無策了 為了這代碼不知道哪裡出錯了 為什麼要連兩三下他才可以呢 這一下子就好了 真的有點坑了 那如果大家要把這個弄成動態的話那也不拿 這怎麼獲取動態的獲取之前呢 在這個施動隊 這個我給他來割這個吧 12克金色 十四金控 只要有十鐘 只要有十鐘的話 一般都是為十四金控的 這個 這十鐘好像還沒有盡控什麼字了 好的 如果正 選擇框 就是十四金控 這個如果選擇框 十四金控 選中了 那就要十四金控是不是 那個 就是五檔的執行者 按鈕 賠別任職 一個行數 以後會講 那現在這樣就可以了 也是一個 強數 這個應該是成為一個過程 這個 這又要領上下了 坑坑啊 你看這個好像還沒有改 是不是 這個不斷的執行啊 哦 這個是都沒有開啟 是不是啊 應該是很快的 為什麼沒有呢 因為這個沒有連接 CPU上用力 舉張沒有 真是浪漫啊 給我出錯 啊 這個 時常周期是不是太快了 實施 連接它 實施連控 啊 這個就可以了 這個 這個 CPU上用力 為什麼老是90 呢 會不會有錯啊 看一看 這裡老是 14 14 14 13 怎麼到那裡就90 這數字 會不會正確啊 光它呢 這命令 這個命令 我也不 不知道它是怎麼寫的 好 再看一下一點 這個是個 零件的密碼 那 誰都不可以 誰都可以零件啊 這個就沒有意義了 那我就來試這個密碼 這個怎麼寫 應該是在這個客戶禁柱這裡 就有發生意義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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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要怎麼寫 應該是在這個 客戶禁柱這裡 我 就有發生意義 給他 服務器 控制桶 發送數據 接受的客戶就是這個 標籤 用戶禁柱 的 標題 你發送數據 請 請您 輸入密碼 請您就不用了 輸入密碼 輸入密碼 我會讓它 叫它 輸入密碼 那我就要讓這個 跟我說 是不是 我跟他說 他聽得懂吧 那我首先就判斷一下 如果 服務短發過來 服務短 發過來命令 輸入密碼 輸入密碼 那如果 這個的話 那我就來 講一個叫做 概念 叫做這個 輸入框 這輸入框 不是一個 主件 但是它叫輸入框 那 怎麼弄 好 在這裡 來個 首先 我先來個密碼的 名料 我要 本機 停寫的密碼 連接 停寫的密碼 我把它發給它 本本先 好 那首先 大家看 我打住 輸入框 三個字 然後它就提示 信息 好 提示 信息就是 服務器要你密碼 要你輸入密碼 服務短 要你輸入密碼 那傳口標題 請你輸入密碼 然後出手門 不管它 然後這裡 看看它的 變量 同用型 那這 連接停寫的密碼 就你把這個 變量停在這裡 然後用戶輸入的密碼 等下就放在這個變量裡 好輸入方式 就不管它了 這很好理解 那 大家看一下它的提示 等下就知道 好 然後我就 我先弄一下 我先不要寫這個 把它寫完 我先領解 等一下 我先看看有沒有效果 我領解 它沒有效果 是不是 那證明這個 代碼出錯 那 輸入密碼吧 那怎麼沒 它應該 發送一個數據過來 輸入密碼吧 那我這裡也 輸入密碼吧 怎麼不對啊 是不是啊 這個 有點坑了 應該它應該 應該 密碼讓我輸入密碼才對啊 客戶被操控段 數據繞打 我再敲一敲 這個 客戶進入 然後我已經獲取到它的控制段 然後這個 我也取了它的客戶 然後 我再把這個 滑送數據給它 然後這 請輸入密碼吧 怎麼 乎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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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我就要調式輸出一下了 到底它發給我什麼 到底它有沒有發給我什麼 還是根本就沒有發給我 它根本就沒有發給我 是不是 那這句話根本就沒有發過去 我調式輸出一下 它到底是成功了還是失敗了啊 對不對 就是說這句話根本它就沒有發過來 我在這裡 假 那就發不出去了 那為什麼發不出去呢 就位置換的不對吧 那怎麼弄怎麼弄 用戶立直於亂口 這個要在哪裡放呢 看一看啊 這客戶 客戶進駐的時候應該在這裡 應該是可以的 那為什麼這句話會發生錯誤呢 標籤用戶臨界 我知道了這應該是 用戶的立直於亂口 是不是 那你高興的話你也可以這個 標籤用戶的亂口 好這才對 哇真的有點坑了 標題 然後我 我怎麼呢 這次我測試一下 聽起來 它要求我輸出密碼了 然後輸出輸出輸出 缺了 好 那這個輸出框 它有一個屬線 如果真 大家看看 如果真 你按著確定 我的信息框 如果你按著確定 它就反回真 你按著取消 它就反回假 你已經輸入了密碼 這信息框好像上次有講吧 就來提示的 我一般不用這個信息框的 感覺好煩 結果我在測試程序的時候感覺好煩 等一下要按一下確定什麼 好 這是密碼 速度 好 我進來 連結 好 已經輸入了密碼 那在這裡來個碰到 碰到什麼呢 碰到這個 這信息框這個 這個命量 長量很重要 我以後會長期的講點 現在這裡 就 上次不講點了 因為沒納住這個 過程網位內 你 取消了 速度 密碼 好 再看一看 取消了速度 密碼 速度的密碼 好 這就OK 好 幹什麼呢 我即將得到這個密碼 我就要發給夫妻 是不是 那我就要客戶 被操控 檔的 被操控檔什麼呢 發送數據 發送一個什麼數據 密碼給你 然後就可以設 這是 零件停寫的密碼 我把密碼發給你 好 然後我發了這句話 那我夫妻又接到了 是不是 在哪裡接 等一下 我不要調色輸出 這樣就好 在這個 速度到達這裡 好 操控網發來的特殊命令 可以取文本 左邊 去哪個左邊呢 去這個 服務器 讓 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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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操控網發來的數據 取多少個 取這個 密碼給你是 8個字 是不是 8個字 好 如果這樣 操控網發來的特殊命令 等於 密碼給你 好 我得到密 那我得到密碼是不是 操控網發來的密碼 文本性 那我發來的密碼 等於什麼呢 等於這個 還是這個 還是這個 咱們的規矩都是一樣的 好 等我再來 如果等一下 如果整理 操控網發來的密碼 如果不能給我這個 如果不能給我這個 明記框 密碼內容我就把你拆出去 操控網發來的密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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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把這個IP網口的用戶給踹掉 好 成功了 好 那這邊被踹掉的怎麼知道呢 這怎麼知道被踹掉了呢 那就是 你可以用一句話 你也不可以 我會自己用一種最緊張的方法吧 那 被踹掉的 在這裡又是靈界亂開 好 那直接就這樣吧 按鈕一靈界標題等於靈界 就是被我踹掉的 你已經 已經亂開靈界了 好 這個補給在那裡 不能這樣 這裡還要一個標題 好 來看一看 我連結它 我輸入一個1 你已經輸入密碼 按鈕你被踹掉了 你連結不上 好 這就是一個連結密碼的問題 這個 這個可以不用了 大家 大家 如果高興的話 自己去弄 我這個 信息框在測試的時候 一般都是不用的 好 這個 靈界 靈界不上 是不是 我靈界成功了 好 那這裡還要 還要一個這個 哪一個呢 把它翻成這樣 比較美觀 好 是否 獲取系統信息 他老實在獲取我的系統信息 那要看我這個選擇框選不選 一同 不然的話 我這個 不值錢的情況下 這個信息就被他獲取去了 是不是 好 這個 如果 正 大家看 都要改名了 不然的話 你這很混亂的 如果 選擇框獲取系統信息 選中了 那我就給他 這個 你如果不選中 我 我不 你 你 叫我 比如你叫我打一個人 那 我不 打 這個選擇 打不打 選擇 現在我 也 誰 他 他 打選擇 乘??? 他 我 成功了 然後這個都不弄 我看他怎麼弄 我看這個服器 服器獲取 我不给他是不是,然后把这个选上 他获取到了 我不给他,你怎么办啊 老是这样是不是 我要给你一个选择,你才能获取我的信息是不是 重启进承接受光剂 这个他才有效 再来看看有什么内容 这又来了 在哪里啊 在哪里,在哪里 是这个开机自动运行,我们有时候要让这个 这个自动运行是不是 好,那就来做一下 开机自动运行,然后我们这个扣装不可能每一次都去开启它吧 好,开机自动运行 大家写这种程序,大家最好注意点啊 这这种程序 这种程序 这种程序可能会被某些刷装什么暴露什么的 大家如果学了这个,把这个学得隐蔽一点,那就跟这个木马屋没有区别了 但是我建议大家最好做这些程序的话,做些有益的吧 不要做些去弄人家什么的迅无洋味的 也不好 好,那这里就是了,选资框 自动运行 好 那我怎么弄呢 我如果 我旁让一下吧 旁让如果这个选资框 自动运行 选中 如果选中了,那就要适自开机运行了是不是 那在哪里啊 在这个 取消自动运行 这里应该有的啊 叫做 刚才看到了,怎么又看不到了 适自自动运行 适自自动运行 好 好,程序名称 程序的名称就是这个 客户软 程序的文件没闹 我这个 程序名以后我的名字要叫做 我的名字就叫做客户软吧 0.ese 好 这个 然后取运行目录 我取自己 我取我 网件的运行目录 然后加这个 我就知道我的目录在哪里 那这个鞋钢是不是这样啊 好像是谎鞋钢是不是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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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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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然后这里是内网选中的一针,这里选中的一甲 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这里已经连网了 我坑坑啊 我调试输出 操控网发来的数点 凌减 已经连网了 那这段已经连网了,那为什么还这样啊? 已经连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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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可能怪啊 来个表情吧 内网与外网 内网与外网 内网外网吧 已经连网 已经连网了 连网 进来 内网 显 入联网 调 海银 入联网 还不及 变网 第4 內網靈接進來了 為什麼 我明明是使用外網靈接進來了,他怎麼說我是內網啊 坑誰的 已經靈狂了,那正確啦 即將是已經靈狂了,你為什麼還要給我,為什麼不是這句話 真的好怪是不是 請往聊一下 已經靈狂了,可能有些人知道錯誤了,但是我還看不到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呢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呢 已經內網了,已經內網了,既然已經內網了,那為什麼還這樣 他明明發給我一個數據,是已經內網了 他明明發給我一個數據,是已經內網了 那他有一個調色輸出在哪裡啊 這調色輸出哪裏來的密碼被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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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先找 要找到那個調色輸出哪裏來的密碼被你 啊,好壯,好壯啊 為什麼這句話蠻有錯呢 超過網發來的數據已經內網了,內網內進來的 內網內進來的 我想把生命讓回在死型黃色中 是否又內網連結 是 已經內網了 為什麼他老是這樣的提示 這個不管了,大家幫我解決一下啦 我確實不知道哪裏出錯 好的 服務器已經接受內網訪問 那這個 加個自動又可以了 如果是外網的,你就把他的IP拆出去 就判斷一下吧 如果這個標竊 內網外網 他等於這個 外網淋加進來了 就把他拆掉 這個 服務器 控制掌 放開用戶 放開這個 標竊 好,這樣就可以了 這外網就連結不進來了 喔,這個有貼 然後 然後 等一下 這個好像還有代碼,還有問題啊 烏煙烏煙烏煙就踹了 應該是在這裡吧 簡簡擇持內網用戶 我這個沒定了 這刻也要上好了 這個也要上好了 這個 如果真 這個 我也不改名了 選中了,我就這樣 判斷 如果選中了,我就 外網淋加進,我就踹掉他 如果是內網的,我就 不管他了 好,這個 再看最後一點吧 我的電腦沒定了 這個馬上就沒定了 好,這個 服務器者允許被一個機器所連結 好,這個很好吧 就是你在這裡啊 來個,如果這 如果這樣這 標籤 這標籤啊 用戶以標籤的標題,如果不等於空的話 那直接就踹掉用戶就可以了 如果他不等於空了,你就把它踹掉就可以了 這個應該是有漏洞的 但是這個大家自己去修改一下 這課也講了 好像從 講了好多事情了 這個大家主要還是自己去實習一下 最好把代碼敲一面 好,這就交到這裡吧,謝謝大家的觀看 好,謝謝大家的觀看 好,謝謝大家的觀看 我